本期节目由金道集团特约播出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金线 带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焦点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 美股近期波动只是小问题 预计2019年美股将会有良好的表现 中美贸易谈判将一下周在北京重启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召开内阁会议前表示 双方就结束贸易冲突的接触 进展非常顺利 当被问及美国股市2018年12月表现不佳时 特朗普形容股市只是出现了小毛病 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旦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股市将会上涨 他又强调称 可能需要联储局的一些帮助来确保股市回升 但他仍然有信心 美股在2019年会有良好的表现 不过也有机构对今年股市的走势并不乐观 法国新业银行分析人士警告称 动荡的2018年只是开始 2019年 全球股市可能会遭遇更为惨烈的大跌 虽然2018年美股创下10年最大跌幅 但法新企业与投资银行业务的量化研究负责人指出 相比一年跌去10.4%的MSCI全球指数和下跌16.6%的新兴市场来说 美股已属于跌幅较小的少数派 标普和纳指全年分别下跌了6.2%和3.9% 未来他们的跌幅可能远超于此 而加拿大方面 虽然2018年总体经济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就业数据尤其亮眼 但有分析就指出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 2019年的表现可能会不及预期 油价下跌 贸易局势 债务问题等因素 可能会为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压力 令到2019年前景堪忧 亚太低位是 综合报道 好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请到大家 是金档策略性投资分析师 伦祝德先生 就财经关注点来进行解析 你好 欢迎您 谢谢 谢谢 好 这个新年一时 我们先来聊聊这个美股方面 因为这个美股呢 我们发现就像是在坐这个过山车一样 在上周三的时候 罕见地出现了一个上升千点 好 那当大家觉得说 会不会这个美股就会一路上涨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很多投资者 其实是非常的担忧的 为什么 他们好像是有一个相反的理论 认为呢 接下来这一个美股上升千点 反而是接下来熊市来临的征兆 你觉得有没有这么恐慌 怎么看 说实话 现在那个美股的一个走势的话 暂时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盘整的一个阶段 那大家如果说是比较恐慌的话 我觉得暂时还是 还没到那个时候了 那未来就是说2019年 我看就是说 股票市场的一个情况的话 主要有一个稳定增长的一个可能性 又是出现一个下跌的一个可能性 整个事情的话主要要看本身那个美国的一个跟我们国家的一个贸易的一个争端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案 加上就是说近期我也跟一些其他的分析师有在沟通 就是说 其实美国这一波跟我们国家谈判之后呢 有可能下一波是跟日本去做一个谈判 那所以如果说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有可能就是说在第一个季度的话 美股也是在震荡的一个情况 但是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滑的可能性相对也是低一些 那我们从一个周线图来看一下就是说美股的一个走势 那其实上周有讲到就是说出现一个双饼之后呢 那已经达到一个初定的一个目标 那预算就是说在第一季度的话应该是在21,500点到24,000点左右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 但是问题就是说后市真的要看贸易的一个谈判等等各方面的一个因素 加上就是说在第一季度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说美国还是会加息 那整体来看经济各方面的一个因素所影响应该是盘整的机会比较大一些了 所以不用那么怕 但是大家还担心的就是说那如果美国经济不好的话 会不会也连累到这个美股 你怎么来看美国的经济状况 美国的经济状况其实暂时来说还是在全球的一个情况下 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情况的 那主要就是说上一年2018年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因为加息的一个影响 所以影响它本身的一些怎么说GDP 还有PMI CPI等等这些数据可能有稍微一个增速减慢 那整体来看还是一个增速而且是在2%以上 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情况 那之后要看看后续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步伐 会不会让这个数据跌下2%以下 不然的话整体来看还是可以的 所以加息的步伐是如何的 是在今年会加一到两次 还是有可能还会像这个2018年一样达到四次 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这个问题太棒了 就是说我个人觉得是一到两次 问题就是说现在我觉得现在去做这样的一个判定 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整体要看当时的一个经济情况 还有就是贸易谈判 那预期的话应该是符合就是说一到两次 甚至我觉得二次的一个情况可能机会大一些 你就是说这个脚步会放缓一些了 不会像去年一样一下子 这个每一个季度都会加一次 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对于这个2019年来说呢 大家也非常关注因为在这个外币方面的话 尤其是在这个美元 美元会怎么走 美元的话呢整体的一个情况的话 现在上次我也有讲到了 就是说其实暂时来说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当中 那现在来说也是因为整体所有的一个经济环境 不明朗的一个情况下 所有的一些产品在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机会 相对比较大一些 短期内的话我个人会觉得在美元的一个区间 大概是在95.8到96.8这个区间的 上破的一个情况下 也会出现一个再往后上涨的一个可能性 那如果下破的一个情况下 也有可能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但是整体来看第一季度 我觉得还是平稳的一个震荡盘面居多 但是如果说中长期来看的话 看一下日线图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一个美元的一个走势 已经出现一个远顶 加上就是说有一些分析师也说 这个是一个三顶的一个局势 但是之后的话后市 我个人会觉得在可能三月后 又或者六月后 有机会出现一个美元下滑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会先看到大概美指在99 或者在100这个关口 再去做空美元会相对好一些 这个刚才呢你有提到说 美股接下来要怎么走 还是要看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 两国之间这个贸易争端的 究竟的是怎样的一个走势 我们来看到说在近期呢 其实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特朗普 也是进行了一个通话 那么这个通话呢也是说 这个双方的这个工作团队 已经开始就G20峰会来 这个之后的这个会晤 来落实一些具体的工作了 您怎么来看2019年两国的关系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别的好的了 反正但是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布局 我觉得大家可以抽离去看一下整个局面 其实如果说我们跟美国去谈判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对政府本身是有利的 但是如果说你看到经济面的一个情况下 我举个例子 双方的一个政府也是收关税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影响的是本身企业 还是本身的一个国民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 所以整体来看就是两国出现一个谈判 妥协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对本身两国之间的一个企业 也会出现一定的一个影响 因为多少肯定会有关税的一个 加入在所有的一些税务里面去 那所以整体来看 经济一般来说需要三到五个月的一个经济周期 去吸收本身的一些经济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改变 所以整体来看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说 两国之间的一个谈判是妥协之后 可能真正要出现就是说市场的一个 接受的一个情况 又或者是投资者重拾信心的一个情况下 大概可能要在大概六月到七月份了 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 美国跟我们国家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就是按过往一样 就是说不好不坏 就是说大家互相也会偶尔出现一个 经济的一个纠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市场好像拿这个中美贸易争端 作为一个风向标 就是稍微这个关系 剑拔弩张一些的时候 看到整个金融市场都非常的震荡 那么当两国关系 稍微释放一些比较好的信息出来以后 这个市场就稍微缓和一些 这个在股市包括在其他方面 我们看到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2019年 其实这个风向标 是不是依然还是中美贸易争端呢 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 应该是也是最主要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从一个本身两个国家的一个货币的一个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相关性相对比较重 就是说只要美元上涨 或者出现任何的一个好消息或者纠纷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两个的货币是基本上是同向的 这个反向的一样去走的 所以整体来看 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如果说在两个国家的货币 本身那个挂钩的一个关系上没有改变 我觉得这个影响应该是最直接的 就是说这个利好消息还真的是可以鼓舞一下人心 那我们就是说这个人民币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最后这个人民币是保期的 它的这个收官之作就是保期了 那在今年2019年的话 有没有可能会跌破这个期呢 而且对于这个期这个标准来说 有没有那么多的实质的意义 说实话这个保期 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那第二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我也有说到 这本身是两国的一个货币 有一个反向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在美元 再继续往上走的一个情况下 那基本上人民币的一个破期的这个关口 基本上是指日可待了 可以这么说 那如果说整体的一个布局来说 我觉得只要这个贸易争端 一天还没有解决的一个情况下 破期的可能性 相对来说是有 但是我觉得长远来说 以本身国家的一个经济 还有就是说不同的一个板块的 一个支撑底下 那我觉得我们国家 加上一带一路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碰一下期 那这样子很快就回来了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那么看重 保不保期这个关口 重点就是说 要看到我们国家的一个经济 到底是发展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路上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个人比较看好 好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视线方的加拿大方面了 因为这个整个来回望 2018年的话 加拿大的这个经济 其实是给全国留下 非常深的一个印象的 因为它整体来说 我们看到很多经济数据 都非常的乐观 包括像它这个失业率 也是达到了40年来的新低 那么如何来说 这个加拿大的 接下来的经济走势呢 因为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说 加拿大就我们一直说 会有一个循环的周期 那你一旦到了高处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低点 也会往下落的 你怎么来看它这个周期 有没有可能加拿大的这个经济 到了今年的话 会没有那么的乐观 第一个我想说呢 就是说2018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都非常看好 加拿大的一个走势 那主要就是说 这一年我们过往12个月 能看到就是说 原油本身的一个价格 的一个波动 对加拿大本身的一个影响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大一些的 近期原油下跌到 42美元的时候 当天加拿大 加拿大也是跌到一个 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底部 那我觉得就是说 整体来看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 加拿大本身 那个国家的一个经济 问题是不大的 主要就是说 它受到一个原油 本身那个冲击的一个影响 其实是过大 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加拿大 那个政府也有说到 就是说 它要把这个关系 要稍微脱离一下 但是说实话 这个政策 不是在一年半年 这样子能够解决的 那意思就是说 可能在未来 如果说它本身 国家的一个经济 还有所有的一个数据 都维持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觉得未来 只要能够把原油 跟它国家的一个 货币挂钩的一个情况下 能够稍微脱离一些 正向观的一个参数 相对减低的一个情况下 加拿大本身 加拿大本身的一个走势 还是会比较正面的 那而且就是说 我们从整个一个 技术面的一个看法来看的话 其实加拿大本身 也差不多到一个 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底部了 我看到就是说 美元对加拿大本身 现在已经接近 就是说1.37这个水平 那其实在中期的一个看法的话 基本上这个阻力区间 大概是1.37到1.4这个水平 加上就是说过往 可能两三年做到的一个 头肩顶的一个顶部 其实到现在只是一个 回撤颈线的一个位置 那只要这个位置不破 就1.37到1.4这个位置不破 基本上后市 我觉得加元那个上涨的幅度 相对来说会比较大 加上就是说 加拿大本身的一个 加息的空间 还有原油那个上涨的空间 都大的 那整体来看 加元我2019年非常看好 也就是说 虽然这个2018年 加元是下跌了9% 但是到了这个2019年的话 你依然对它是保持这个信心 好 谢谢Andrew的分析 那我们也是稍后休息 待会儿回来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